我是陈怡婷 我是江一新 我是Shelly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欢迎收看网路版现代启示录 我是Angela江一新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女儿奴这些爸爸们的故事 那一般传统来说我们都知道 重男轻女好像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好像就生儿子是一件比较大的喜事 但其实疼爱女儿 把女儿当掌上明珠一样 疼爱的爸爸们也不在少数 那其中女儿奴的代表 就包含了我们的乾隆皇帝了 她最疼爱的就不只是七公主 还有十公主 十公主是她最小的女儿 所以当然是她最疼爱的女儿之一 那七公主也是她很疼爱的一个女儿 怎么说呢 七公主其实是令皇贵妃所生 一般来说她是一个庶女 但是她的封号却是顾伦和靖公主 要知道顾伦这两个字 一般只有皇后所生的 也就是嫡女才能够使用 那她特别给她顾伦也就知道 她对这个七公主有多么的疼爱了 她不只把这个顾伦给了她 还帮她选了一等一的好夫家 跟蒙古去做一个贵族的联姻的关系 那很可惜的是顾伦和靖公主 在二十岁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到底顾伦和靖公主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顾伦和靖公主的故事 相传乾隆皇的第七个女儿顾伦和靖公主 从小受宠任性骄纵 戏剧中描述 她未满十岁就把如母赶出宫外 还经常无端仗则宫女太监 但其实在正史中并没有太多关于她的描述 也留给后世许多的想象空间 其实顾伦和靖公主的脾气并不是骄纵 而是她有些话不会直接讲 从小受宠的关系 顾伦和靖公主的个性 在历史上面并没有太明确的一个记载 但是我们知道说 在乾隆的一个宠爱之下 顾伦和靖公主应该是一个端庄有礼的人 顾伦和靖公主出生于乾隆二十一年 乾隆皇帝正值壮年盛世太平 她的母亲就是当时相当受到宠爱的令妃为家世 两个人的第一个女儿出生的正式时候 即使不是皇子 依旧恩宠非常 乾隆因为宠爱令妃 所以也把宠爱转移到 她跟令妃的第一个孩子七公主身上 此外七公主据说天姿聪颖漂亮可爱 长大后也温婉娴熟应对得宜 这样的公主当然会受到乾隆的宠爱 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母贫子贵 因为你有了孩子 你有了皇子你有生育 这对国家有贡献 对皇室有贡献 所以你的地位就会太高 可是等到皇子长大的话 是子贫母贵 儿子要看说我的母亲的身份背景是什么 如果母亲的这个品位是比较低的话 她在竞争上面就会比较差一点 满清的继承人制度并不是所谓的敌长子制 母亲的地位也连带影响到皇子的受宠程度 或是继位的可能性 如果是皇女虽然和继承无关 但受不受宠可是能够影响一辈子 乃至于婚嫁后的生活 那乾隆到底有多宠爱这个女儿呢 在公主牙牙学语时 乾隆就为她精心挑选未来驸马 那也就是蒙古和硕亲王的世子 拉望多尔记 等到七公主十四岁时 就正式出嫁 那乾隆还怕自己的女儿 嫁出去后会被欺负 特别给她顾伦的封号 因为这个顾伦是皇后女儿才有的殊荣 但乾隆为她打破老祖宗留下的规矩 可见得乾隆有多么的宠爱七公主 七公主的生母魏家世 相当受到乾隆看重 十年内生了六胎 七公主是她第一个掌上明珠 当时魏家世已经被封为令妃 有资格抚养自己的孩子 七公主就在她的呵护下成长 性格若有些骄纵反复也很正常 后来令妃又生育了五个子女 但她们不是早妖 就是由别的嫔妃带养 所以与令妃感情最深的孩子 就是七公主 而这份宠爱 乾隆也看在眼里 所以才会爱乌及乌 如果在皇家里面 如果是皇子的话 一般来说是不让亲生母亲 去抚养这个皇子 因为皇家有一种忧虑 就是说将来你们母子之间 可能会形成一种默契 中国自古以来重男轻女 在皇室里生男生女更是大不同 乾隆皇帝一共有十个女儿 其中只有五位生长到成年 因此他对这五位公主都相当宠爱 平妃生下公主虽然无官继承 但绝对能讨乾隆皇宽心 如果宠妃膝下没有子女 就要想办法收养 借此有更多机会见到皇上 清朝制度是生母生的皇子儿子 自己不能养 因为怕母姨子会造成后宫的 垂帘听证或是外妻甘证 所以他们把自己儿子或女儿 交给不同的嫔妃来收养 真正收养皇子或皇女的嫔妃 是受宠的 有地位的 不能养的基本上 也上不了皇帝的台面 皇帝也不喜欢你 嫔妃表面上是为皇家生养子女 其实一举一动都关乎自己的宠爱 甚至是在宫中的未来 因此许多嫔妃表面上不争 私底下却暗中较劲 戏剧中时常演出 嫔妃怀孕后被奸人所害 无法顺利产子 也是其来有自 紫禁城很大 宫地很大 天气热的时候非常热 冷的时候非常冷 很多皇子并不是很多资源在那边 太多儿子的时候 他宫廷内都不算 受的资源也不是一样的时候 很多儿子或皇子或公主 小时候很容易夭折 清朝皇宫死胎或小孩早夭 特别多的原因有二 一来是医疗技术不佳 很多皇子皇女因此丧命 二来是因为近亲通婚 因为为了维持满清皇室血统 近亲通婚现象十分普遍 但这也使得清朝皇室死胎平传 即使顺利生下来 也有夭折的危险 清朝规至皇帝15岁前大婚 更是早在大婚前就已经生子 自己都还没发育成熟 生下的孩子也自然容易先天不足 虽然亲公用药严谨 档案记录详细 不太可能暗中动什么手脚 但还是有许多方法 可以让皇室无法顺利长大 目的就是为了要争宠 嫔妃进入皇宫的目的就是为了 不过跟皇帝生小孩 要不然让皇帝调剂身心 可是当你没有儿子或子侍的时候 或女儿或公主的时候 你的地位就不见了 不见之后不管你长得多美多漂亮 或是多手段心机 你的地位自然比人家降了一级 一定到底灵性你 你就有高到说明机会 你都没有怀孕 表示他喜欢你的程度没有那么好 底下他已经有看中情况 当然会跟着一起 上行下校就不会理你这么多 所谓的亲情血脉到了帝王家中 意义可能完全不同 生了皇子母嫔子贵 生了皇女就得面临神离死别 满清公主虽然是金枝玉叶 从小受到呵护不愁吃穿 却无法随心所欲决定自己的未来 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和亲 那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是为了巩固政权 因为满清入主中原 必须拉拢周边部落领袖来稳固统治 而和亲就会是最好的办法 那你用和亲的方式来进行的时候 你用你的敌女 敌生的这个子女 或者是输出的这个子女 其实做母亲的都会非常舍不得 甚至有时候就会跟这个皇帝 大吵大闹 觉得你为什么要把我女儿嫁出去 公主出嫁后的生活 取决于驸马争不争气 为了避免自己的女儿 遭受悲惨的命运 皇帝就会让某些幸运的女孩 享受皇室公主的待遇和称号 所以就有一个折衷的方式 我收养了一些这个养女 那这些可能是王公大臣的这个女儿 我收养她之后就把她给嫁出去 把她嫁出去之后 你这些妃嫔就不会跟皇帝去吵 你就会耳根子也会比较亲近 像是康熙的养女 顾伦存希公主 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而收养 而她出嫁时 也获得高规格封号与待遇 戏剧中的斯婉格格 就是从小在宫中长大的养女 自然无法和皇帝亲身的公主相提并论 如果想要翻身最好的方法 就是嫁给地位崇高的亲王 满清入关之前 因为他们是满清的制度 所以当时皇帝的女儿或亲王的女儿 几乎都叫格格 可是入关以后为了要符合汉字 所以皇帝女儿一律成为公主 那亲王的女儿叫格格 用这个来区分 乾隆十二年为了巩固满盟关系 由妇杀皇后的第三个女儿 布伦和晋公主 下嫁给蒙古柯庆部落的亲王 乾隆皇帝为了要笼络 蒙古这边的一个国防安全 所以第一个嫁过去的固人公主 就是孝贤存皇后的亲生女儿 叫傅查氏 这女儿嫁过去之后 表面看起来风光 固伦和晋公主是傅查皇后 唯一活到成年的女儿 史书形容她身性聪慧 胸怀大度 长相和性格都神似母亲 乾隆皇不忍心她远嫁蒙古 特许留在京城 但受到的待遇 却不如表面风光 固伦和晋公主 就傅拉斯这个公主 其实活得很久 一开始她可能也说了一些宠爱 可是到后来 她的儿子不成才 丈夫也不成才 所以乾隆皇帝一看 我建议嫁过去 维持这个蒙古关系 你又给我没面子 固伦和晋公主 年纪大了以后 她可能就没有那么宠爱了 慢慢地收回东西 或者是根本取消一些爵位 这样子固伦和晋公主 她年老的时候 其实是蛮窘阔的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收养的不如亲生的 亲生的还得分 是否受到疼爱 两个公主和晋和和晋 同音不同字命运大不同 乾隆皇帝的第七个女儿 固伦和晋公主 她不只把公主府设在北京 为她挑选的儿妇 更是相当受到信任的宠臣 这个和晋公主就是这样 她舍不得女儿嫁到蒙古去 觉得太遥远了 那就干脆就在北京里面 帮她安排住所 然后让儿妇 就是妇马也住在北京里面 是有这种情形的 除非你非常地有战风 你要做到像侧能 要做到像拉王多尔记这样子 你才有可能说七平夫贵 反而去反转 像七公主其实就是反转的 因为她不是嫡出的 拉王多尔记出身客客蒙古贵族 从小就确定成为七公主的儿妇 送到京城养育 在七公主满十四岁出嫁时 她被封为固伦和晋公主 不是嫡出享有固伦的封号 不只是因为本身受宠 更是因为夫家的战功加持 不是嫡出的 就只能称为和硕 和硕的意思就是一方 某一个角落 那这个固伦在蛮语里面 意思就是天下 所谓的固伦公主 就是天下之间的公主 我的范围是这么大 那地位也就崇高 那合作公主就是我 只是一个小范围的 我范围没有那么大 七公主一出生 乾隆就为她寻得家序 在固伦合进公主下嫁前二十天 还特地前往刚建好的府邸巡市 更额外赏赐了不少金银珠宝 说乾隆是把七公主 捧在手掌心的女儿奴也不为过 而且那个时候七公主 也不过才刚出生没多久 她就被许配给她了 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小孩子 几岁的孩子而已 然后她的这个未婚妻 不过是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乾隆呢 希望就是说这个七公主的夫婿 就是由侧隆的这个孙子来担任 子婚了之后呢 这个就是等于说 我重视你的地位 我给你的公主的地位 去拉拢你这门亲事 丛华 你别想退婚 更别想把丝板推给我 我认定了你就不会改变了 赵华 我想了三天三夜 我终于想明白了 我爱的人只有你 哪怕天底下 所有人都说你错 说你坏 我也一样爱你 怜你护你 乾隆为七公主挑选的夫婿 不只有突出的背景 而且聪慧勇猛 拉网多尔记在娶了七公主之后 在朝中也逐渐受到提拔 成为位高权重的蒙古亲王 新闻 佳 传统竟ría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